樓頂揪樓下李明珊 邀您共賞小姐不惜地 回到回到家的時候 我就偷偷摸摸進去 你叫你去找白瓢 白瓢 啪啪啪 就這樣打完了 打完了 我想說 我說再也不去了 我也沒有住酒店 還住酒店 有住酒店 還在住酒店 我說我沒有住酒店 我說那個是繼續去玩的 沒有住酒店 去白啪之前去的 白瓢 白瓢 所以之後我就 這件事情 我敲到黃河的習不清 他就一直認為 我當時在住酒店 但是我就只有那次被他抓到 住酒店然後還白瓢 對 還沒賺到 但是我真正住酒店 也只有那一天 而且不是凝聖北瓢的 我是坐的是 這有什麼好緊張 什麼好緊張 又急了 又高急了 我們辦過很多比賽 都在比聰明 比貼心 比優秀 但是我們今天呢 是布希蒂 比蠢大賽 比蠢 那為了符合今天這個主題呢 有人的造型呢 就特別 做了一點 跟以往不一樣的區分 我並不是因為 比蠢大賽才做這個造型 而是因為我真的眼睛 發生了一些事情 發生什麼事情 怎麼說 就是因為我昨天呢 眼睛就開始有一點 酸軟無力 然後我就請人 幫我買了那個眼藥水 我就說你就幫我買那個 專門製甘色的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這瓶眼藥水 一天滴三次 然後間隔時間什麼什麼的 然後後來我就滴了兩次之後 然後就覺得那個 好像有改善 然後回到家之後 我就看見 那一罐不是我之前買的嗎 也是致甘色的 就是純白的 我想說 再來給他滴幾下 加強 而且 因為你知道我這個人 都是很重的 就比如說要吃一顆 我就一定要吃兩顆 對 酒喝一杯 我就一定要喝五杯 對 我這個人就是一定要超過 然後我就一直滴 然後又發現 打開我的那個化妝包 怎麼又有眼藥水 我想說 這麼多瓶 多是幾個 可能會 可能會更好 我的天啊 結果後來今天早安姐 我很努力地想要睜開 可是一睜開 它就是一直流淚跟痠痠 好啦 我們可以頒發 今天最脆的 S姐 妳可以先過去 妳就是冠軍了吧 S姐在對面去 來 S姐 來 我們今天這一集 差不多就這樣了 怎麼戴啊 我覺得就這樣 連帶都不會 連帶都不會戴 不知道 我們恭喜S姐 然後就很適合了 好 這集結束 上課 沒有 太適合了 就很適合了 你們一定也適合了 什麼東西啊 上面寫蠢是道 你們一定有人比我更蠢 等一下 今天來賓有誰 我看不太清楚 好適合 你幫我介紹一下 有六位 一軒 蔡瑋瑜 佩格 韓祖還有微風 第一眼要水 需要 這個算是生活裡面的蠢事 所以我們有分部分 就是有些人是感情上 或是什麼 第一部分是生活蠢事 你們在生活上 有遇過什麼蠢事嗎 我覺得蠢事 第一要件是 你要有 就是你會覺得 當下你覺得說 這東西我不可能會犯錯 我一定是OK的 過度自信 對 一定要過度自信 就在寫下 就像我弟弟也要水 也是很自信啊 我有好奇 如果你的小朋友 他要做這件事情 他重複低 你會阻止他嗎 還是你會說 我會說 你會不會低太多啦 然後他說 我不管 我覺得這樣會好得更快 對 我說沒有 我覺得媽媽就是 真的因為這樣子 然後就變下來 我會給他一個那個 你應該以身試法對不對 現在我們現代的 前車之鑒 面教材 然後我就是 覺得說我不可能犯這個錯 比如說好了 我常常訂高鐵票訂錯 比如說我有一次 六日的高鐵票 回程是很難訂的 回台北 然後我那天是忘記的 所以我那天是 跟朋友到台中 我要回台北 我要臨時先走 然後他們一直跟我說 我跟你說 你現在訂票 你不可能訂得到 一定訂不到 除非你人品爆發 不然不可能 那鑑於我 剛好你沒有人品 不是 我說你們可不可以 不要來賓通緝人 對 自己不把自己 訂高鐵票跟人品有關喔 有關係 因為回程 六日的回程 尤其禮拜天 這真的 才剛遇獲 好難訂 對 方姐把那個蠢事帶好 對不對 沒有 我先拿掉 可能有人比我更蠢 好 我就覺得 我一打開那個APP 我就想說 我怎麼可能訂不到 因為這變胖了之後 我覺得運氣不錯 對 然後我想我一定 我一定能夠訂得到 我就打開 然後我跟你說 我一按大概五秒內 我就訂到了 我覺得人品爆 我一看到他說 你看 超強 我訂到了吧 就跟你說要變胖吧 對 你知道我就 就是我就覺得 迷之自信就對了 對 然後我還在指定的時間 我趕到高鐵 在我一到高鐵站 我發現 我的車子好像是 好像是對面那一班喔 有在北上月台 我看到661 對面那個是南下月台 然後好像是 他就寫0661這樣子 然後我就想說 不可能吧 我不會訂錯吧 我就一打開看 我訂到台中 到高雄的車票 那就去啊 往南 你是往南 再去玩一下 就跟他寫了一趟旅行是不是 對啊 越跑越遠啊 我就不要管台北的事情 你要回台北幹嘛啊 我要回台北 就是要談我 台北沒什麼事啊 對啊 其實你回台北 不會是要為了錄我們節目吧 不是 不是 但是就是 你就去南部幹嘛回來啊 就是 我是一個有很多事情做的人 突然間我就變一個 我跟妳講 你要當一個 你要當一個很瀟灑的人 你訂錯 你就幹不定完 說走就走 就是啊 那因為我不只訂錯這一次 如果按你的這樣說 我被常常說走就走 那你就定居在那兒嘛 對啊 就去高雄 沒有 你怎麼還要去高雄 這麼容易 不是 你的內心深處是 你想當高雄人 你們是不是不想讓我講故事 我覺得你們 都沒有內容了已經 我覺得你們抵視我做得很明顯 你知道嗎 不是啊 我覺得人這樣做就做 也是一種很酷的做法 所以我應該 就生活隨興一點呢 而且你那種比較 偏慢不驚心 好 那這樣 等一下 你們的蠢事 不要去錯地方做錯事啊 這好東西滿容易出錯 真的 我記得我是因為 沒有回程機票 然後被別人抓到 這個 機場盾 機場監獄喔 我真的有夠衰的 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從英國跟法國 我英國已經玩完了 但我英國認識一個男生 所以呢 我就去法國玩了 不要改變我的行程去法國 那他們到法國之後呢 英國男生叫我回來找他 那我就想說 好啊 我也是這種隨心所欲的人 我想待多久待多久 所以我從法國回英國的時候 我根本不知道 我要待多久 因為我不知道 那男生的狀態是什麼樣嘛 然後呢 我就 那天我朋友 朋友大家的行程 都從法國結束了 我就一個人回英國 回英國的時候 我也沒訂回程機票 然後到那個 歐洲之星的時候啊 到那個歐洲基站台啊 他一定會檢查你啊 通關嘛 然後我跟你講 我那天我玩得很晚 我一個人在跟我朋友在法國 我玩得很晚了 我眼鏡喔 那時候我還沒雷射眼睛 我眼鏡一直破的 今天破掉 然後一邊桿子也不見了 然後我那個 就是戴那個眼鏡這樣子 然後我替兩個行李這樣 他說大家都是 大家都是這種隨性的人嘛 我也是這種人 他就那個張文女的老女人 胖胖的問我說 妳回程機票呢 我說 然後他就說 他就開始看我怪怪的 然後眼睛又歪一邊 然後眼睛又破掉 的確是怪怪的 然後他就說妳壞掉 然後他就說 那妳要去英國幹嘛呢 我說 我認識一個男生 我不知道 我真的有嗎 我跟妳講 我真的覺得 我跟妳講 就是我跟他這樣 他懷疑妳去賣春對不對 我跟妳講 他說妳壞 然後但我認為說 我誠實回答妳 因為我覺得我 我沒有什麼好隱瞞 而且我不可能 我不可能 妳可以誠實回答 但妳幹嘛 一定要說 我沒有什麼意思 對啦 對 我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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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我不確定 不確定時間多久 因為我也 不確定 所以我不知道 我這個愛情能持續多久 所以我等到愛情沒的時候 我再走 我說我反正是隨心所欲的人 我想妳應該很明白吧 結果那個 那個讓人看著我這樣 然後跳旁邊警衛來 知道嗎 跳警衛來 把我行李一個人都帶走了 帶到那個什麼 去探討我整個行李 小房間 小房間 然後我說我是想跳機 妳說妳要去找人嫁就對了 我說我幹嘛找人嫁 我說妳還看我整個 整個銀行的戶頭的那個 有沒有存款啊 叫我中東給我調查 然後當好請辰理箱打開我 化妝品一大堆 他說妳是來跳機的 我說小姐 妳們會不會化妝啊 這個叫做一大堆 我說那一點點 妳跟我說一大堆 然後他們就不理我 不管我 但是吵不知道什麼東西 他說妳今天晚上 就不能去英國 妳有問題 妳就必須帶在法國 然後我就說 那我不去英國就可以吧 我問萬一機票到其他國家 可以吧 他說不行 妳就得待在監獄 就在這個機場監獄 就是他們 機場有監獄 機場有監獄 就幫妳居留的 一直放在那個 小房間嗎 小房間 但是小房間有監獄 你們沒有 不會去那種地方啦 你們沒有 小房間裡面 你們沒有訓練 已經很小了 我們也沒有要去啦 對 沒有 沒有想去 沒有想去 反正他就是那個 就是一個 還有鐵欄杆 有鐵欄杆 然後裡面就有一個黑人 也是Key笑的 然後跟我 然後我是 他就一直在旁邊這樣 呃呃呃呃呃 然後一直在那邊就是 發瘋啊 講的聽不懂的話 那頭一直撞啊 一直撞啊這樣子 然後反正我說 這個我也見多了你知道嗎 我就一個人坐在那裡 然後看他什麼事 要把我弄出去 我就坐在那坐在那 坐超級久 然後在那邊還睡著喔 睡著 然後後來就是那個 換一個男生來 他跟我講 就是叫那個 講會講中文的 直接翻譯 就調查了所有的東西 調查所有的東西 他們就說 說那個 如果妳 妳要進去 妳要去英國的話呢 妳每一次 通通都會被這樣對待 都會被這樣搜查 妳因為呢 妳有這個記錄 然後呢 妳必須要趕緊去買一個 回程機票來證明 妳有回程的機票 所以妳出國 絕對不能沒有回程機票 妳絕對不能跟人家說 妳是因為愛情來的 懂嗎 他們全部都會把妳給拒簽 然後妳可以給愛情 所以不能買單純機票 不行 妳在美國 要許 尤其是英國 是唐尼英國 還是說世界各地 基本上世界各地都要 美國 英國 歐洲 會不會是因為 她有這樣跟人家講話的說法 沒有 她有眼鏡要當 沒有啦 都一定要有回程機票 不然她會覺得妳要跳機啦 尤其是妳有比較有魅力的華人女性 她會覺得妳是要來賣的啦 易軒有遇過什麼蠢事嗎 看我們今天其實看起來 我覺得妳看起來滿精明的耶 大家都看起來是精明 但我們就是會莫名私底下 就是很多這種蠢事 然後我的蠢事是 我覺得是僅限於不會去妨礙到別人的 但是我的唇就是那種 常常會慢 應該說慢 放空 對 然後我就不會管 私下不會管那麼多 然後有一次呢 我就點了這個外送 我想說外送還沒到之前 我就去洗個澡 然後去洗澡 洗澡完了以後 外送也快到了 然後我覺得OK 準備好了 就是等他來 然後可是問題是我洗澡完 我自己有一個習慣 就是洗澡完我只會套睡衣 因為都是那種長的睡衣這樣 但是裡頭就什麼都不會穿 所以會激吐啊 什麼都有 就是內衣內褲什麼都不穿 都不穿 都不穿啊 因為我想要讓他就是空著 舒服 通風 對 就健康 對 然後這時候呢 就是外送暗鈴來了 好 OK 放了東西 因為我是設定在家門口 就放在地上這樣 所以我就會等他走了以後 我再開門出去拿就好了 然後後來等他走了以後 我就開門出去拿 想說外送在哪裡呢 喔 原來他放在比較靠中間 就是走廊那個比較中間 等於就是兩戶的中央 所以我就是整個人走出門去 然後再去拿 然後就這樣拿進來 然後正當我走出去呢 正在彎腰拿東西的時候 叭哒 我的舌門就關上了 哇 哇 然後我什麼都沒有 然後 鑰匙什麼都沒有 鑰匙 手機 然後我頭髮 我也有類似的情況 對 然後頭髮還包得像 印度阿三那樣 就毛巾包在那上面 然後我想 關上了 怎麼辦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咻咻 就風從下面 包下來 真的在通風 冷風吹靜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辦怎麼辦 碰到這狀況我該怎麼辦 然後我就覺得好 沒關係 我要鎮定下來 想說下一步該怎麼做 好 我現在什麼都沒有 離頭都沒有 我知道了 我來先按對面的門鈴吧 對 我想是聰明 可是他也沒有妳的家裡要食 沒有 我就想說 我可以請對面的人幫我打電話 叫鎖匠 他現在這樣子不方便 是不是很聰明 對 然後我就 你就這樣嗚嗚一下就好了嗎 對對對 然後我就按了鈴 按了按了按了 然後一直都沒有人 所以我想說 完了完了 那下一招該怎麼樣 我對面 管理員 沒有管理員 我是公裕 是老公裕那種 對 然後我就想說 他下一步該怎麼辦 對面都沒有人 然後想說算了算了 我就在開始評估 就我之前叫鎖匠 其實離我家 可能走路十分鐘的路 就到得了 然後後來我想說 好 那既然對面沒有人 我就該只能這麼做 衝一波了啦 對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辦啦 因為手機沒有 真的現在完全活不了 然後我就想說 好 那我就這樣子下樓 然後就開始走在路上 就這樣一直走 然後就快速快速快速 然後我毛巾為我拿下來 因為我想說 那個戴的毛巾太醒目了 所以我就丟在那個樓梯口那邊 然後就這樣快速走走走走 走了十分鐘去叫了鎖匠 跟鎖匠講了弟子以後 我就趕快說說說說 就走回家 我就覺得 我其實在家裡等 然後就覺得好聰明 然後最後 終於等了鎖匠來了以後 幫我解決這一件事情 然後回家以後 就很開心地就跟我朋友講說 你知道我剛剛經歷了什麼嗎 然後把這整個過程講了一遍 然後我朋友就說 你鄰居是只有對面那一戶嗎 我說沒有啊 就整層啊 然後他說 那你不會去按其他人嗎 然後我想 對耶 就是我除了對面的鄰居按了以後 我可以到樓上樓下再去按啊 就看到底有誰在 你們樓上樓下聽聽是自由 可以去按別人的 沒有啊 走樓梯就可以去啦 公寓 你可能就會走樓梯上去啦 公寓就OK啦 他的意思就是說我怎麼只想到 眼前這個對面的鄰居 可以幫我這件事情 然後就沒有想到可以再爬上去 或下樓去找其他鄰居按鈴 然後如果誰有手機 就幫我叫鎖匠就好 然後我還這麼邋遢 這麼糟糕的一個狀態 喔對 還戴咬鏡 就是就很醜的狀態 這樣整個 眼鏡沒有戴咬鏡 可是我覺得你很有勇氣耶 不然我要怎麼辦 對不對 但是我就是常常會經歷過這件事 所以被鎖在外面 已經不知道是幾次了 我也很常這樣 只是沒有空空 人家有被鎖在外面過嗎 不是 因為這個東西 超容易發生的 但是全空很可怕啊 對 因為我也很常 而且我以前不是鎖 都是正常的鎖嗎 然後後來就會換電子鎖 對 因為電子鎖它每一年 還是每八個月 你要充一次電 妳不知道 可是我剛換電子鎖第一年 我根本不知道電子鎖要充電 我以為就是換電池 反正電池沒了 你就是還是可以換嘛 然後因為一開始想說貪小便宜 想說那我先換一個便宜的電子鎖 那便宜的電子鎖它就是 妳一定要在家裡面換電池 它不能從外面充電 我那一次是 我忘記帶磁扣之外 它那個門鎖 整個電子鎖它沒有電了 然後那時候半夜兩點多 我回家 喝很醉回家 那個鎖怎麼樣都弄不開 還弄到那個鎖 已經按到變警報了 然後 會叫警報 對 之後變 就變警報之後 我就想說那怎麼辦 因為它就是整個鎖住了 我就等到隔天 因為我們家的警衛是 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 所以半夜家裡是沒有警衛 我真的求助無門 我就坐在那邊等到 早上六 七點多鎖 這樣開了之後 請他把我把整個電子鎖給卸下來 這給他啦 對 先頒趴了嗎 先頒趴就對了 先頒趴了 換下來超貴耶 因為這個前後 換下來要一萬多塊 就很蠢啊 整個更蠢啊 等一下還會有更蠢的人 我等於整個電子鎖 就是這樣換下來要一萬多塊 好吧 因為剛剛講完這些故事之後 剛剛如果覺得 你有沒有覺得誰的故事 其實不夠蠢 不夠蠢 我們要去那個 美國監獄關一下 我覺得李維峰是 我覺得好像不是蠢 他就買就信票 對 你說他就無聊 對 就無聊 那是你 那邊請 你先過去啦 那邊請 因為我們道具做了 還是要有人去載一下 其實是這樣 沒關係 先讚 現在要爭奪蠢是不是 好 OK 是不是 你是無聊 我是無聊 他是蠢 OK 好 那我現在有一點點平衡了 但是強強那個是蠢嗎 強強 我覺得那個滿浪漫的 什麼可能 那天慢慢搖過去 不好意思 那也搖過去 因為是夠蠢 真的嗎 妳那是讓慢的 讓慢的 讓慢的要蠢 讓慢的要蠢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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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妳講什麼了 包頭 包頭 很期待 包頭 全空全空出現 因為我也常發生這種事 我覺得還好 可是妳沒有就是 樓空過那一段 不是 因為我以前住舊家的時候 也是那種舊公寓 對 然後當時我就在染髮 然後枕頭染 然後我染髮一定要配合染眉毛 染眉毛就是會塗這麼粗 然後那時候我們家就有養狗 然後反正那時候 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有人按門鈴我就打開 然後狗就衝出去 我就說 什麼什麼 我就去追狗 然後那個 我就情急之下就 怕狗那個怎麼樣這樣 就是神經斷了線 我就把門關了 然後我就去追狗 然後我想說 你 我就跟你一樣 什麼都沒有 對 只有那個粗梅 然後染髮 然後跟狗 然後我們好像也沒有管理員 還什麼的 然後我就想說怎麼辦 然後我就往樓 因為我們住四樓 我就往樓下走 我想說 就是我也不知道要幹嘛 但是我想我就往樓下走 這樣要幹嘛 我想找人幫忙 我想找人幫 但妳不知道沒有目的 對 但S姐妳如果再繼續講 那個袋子可能會再回到妳身上 因為我不確定 我們那一棟有沒有管理員 就算有 它也很少出現 因為就是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公寓有一個都市傳說 就那個管理員 永遠都不會在位置上 而且是舊大樓 舊大樓很少 你永遠在你需要它的時候 它都會剛好不在 對 然後我就往下走 想說寶寶可以找到其他住戶 可是找到其他住戶 我也不知道要幹嘛 因為那時候還滿年輕 就是很 事實上比較低 怎麼洗啦 去先洗 沒有 那是一個太方丈 而且我也 時間還沒到吧 你知道染髮 絕對是穿得很露 對 那種調腳這樣 就是背心啊 然後絕對不會穿胸罩 然後超級短褲 真的 然後我想說 然後就往下走的時候 到一樓 發現有一個白髮髒髒的老先生 坐在那個管理 管理人該坐的地方 然後我就說 請問妳是管理員嗎 他說 我說我住在四樓 然後我現在 就是你知道我的狀態 然後還要說 等一下 不要跑 然後就是一直在喊 然後我就說 妳有什麼辦法可以幫我嗎 然後就幫我打電話給我媽 什麼之類的 叫人回來 愛救妳 對 然後我想說 那還不錯啦 原來真的有管理員耶 為什麼 都市傳說 對 終於找到管理員 我都想說他是不是鬼啊 好恐怖 因為我很想看到他 真的都是這樣 後來就沒再看到他了嗎 沒有 最後一次 等到你恢復正常之後 就整個人就很囂張啊 妳已經不在乎到 年輕的時候 年輕的時候 就覺得自己沒到爆是不是 根本不會在乎其他人 可是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 韓祖咧 我覺得我的這個是 有新聞認證的 就是我上個禮拜 來錄影發生的事情 就是我看最近很多女生 都在穿那個下衣時裝 妹子都這樣穿 我心裡想 好 那我也要來跟妹子一樣穿 我就特別去買了一件 大概長版的那個罩衫穿著 然後下面穿長靴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穿這樣的穿搭 妳是時候來這邊錄影嗎 對 然後其實我覺得 還滿好看的 然後我那天穿這樣來錄影的時候 整個梳蠟鞋說 韓祖 妳今天的穿搭跟平常那種 很正式的風格不太一樣 對 我就想說我大家讚美 想說原來是流行 我也是維持得住的 但那時候我在後台的時候 我就問大家說 但你們不覺得下衣失蹤的穿搭 下面沒穿 真的是滿涼的嘛 你裡面穿安全褲啊 對啊 不是 我跟你說這個最好 女生不要自己講 不是 不是 妳裡面有穿安全褲吧 沒有啊 因為要下衣失蹤啊 不是 安全褲要藏在裡頭 對啊 我不知道 我以為下衣失蹤 妳只穿內褲 對 我就只穿內褲來 然後穿一件長版的 或者是很短短褲也可以啊 沒有 我跟你講 下衣失蹤我就繼續實踐 下衣失蹤這四個字的意思 而且我從我出門的時候 我坐計程車 我那時候還叫到比較老的計程車 是那個後面皮椅上面 還有滾珠的 我坐在上面 我已經覺得 要不是因為今天穿 還好我那天什麼都沒穿 沒有去搭健身 對 你知道嗎 很滾 然後就一路屁股 然後等三個小時之後 還屁股有點黏在那個滾珠上 所以我就覺得 下衣失蹤好看歸好看 你屁股應該有很多 那個滾珠的一個配合的 真的很刺的 我沒有安全感耶 我忍不住跟大家分享 然後結果大家都很大驚 跟我說 上衣失蹤裡面就是要穿啊 再來我來不及的時候 我就只好開始錄影 然後直接幫我別賣的時候 那你今天沒穿褲子 你麥克風要別哪裡 內褲上 我也不可能把內褲先出來給他 而且那個麥克風太重 內褲會被脫下來 對 那就真的失蹤 對 就太失蹤了 我就說那不然你先穿我的口袋 所以你內褲都穿那麼鬆的喔 你忘記喔 我們還在舊舊捧的時候 他說一條內褲穿二十年 真的假的 怎麼可能 你今天該不會又穿這條二十年內褲吧 這個大概十幾年而已 你現在穿要穿十幾年內褲 上個禮拜那一件 可是內褲不會很容易發炎耶 不是 我就是覺得 內褲要破了才壞 妳是不是很像得念珠菌啊 對 妳確實就選我不要穿很健康耶 對 不要穿是健康的 有 在家的時候常常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夏醫師 我最起碼我還知道 穿個內褲出來啊 對吧 好 重點 這是基本 對 然後再來就是 作者的時候導播也跟我說 韓主你腳要小心 我就好了 我就那天 我記得我上個不在錄影的時候 我一直很緊張 然後但是我覺得 夏醫師中應該 真的是大家都覺得下面要穿嗎 我就忍不住上網問說 我以為夏醫師中是 要實踐字面上的意思 結果這件事情啊 被新聞就是記者寫出來 這個還滿蠢的耶 對 算蠢啦 可是夏醫師中有些人是真的沒穿 有嗎 強強 上次來那個換長髮短髮那一集 他就下面沒穿啊 對啊 而且其實很多人是 你也是夏醫師中嗎 就是實踐夏醫師中 其實如果我穿上那種穿髮 後來下面也是內褲啊 我應該也是都是內褲 可是你的內褲是緊的 一定 應該是緊的啦 不是有穿鬆的鬆的什麼 到底誰會穿的 鬆的很舒服喔 掉下來會直接掉下來啊 會跌倒很危險 但是我很多常 很多時候是真的 也沒辦法憋 媽啊 有時候會憋我內褲 我也是不是會憋內褲啊 真的假的 因為我內褲都是很緊的 對啊 這炫耀是不是 不要 我不要動 這炫耀嗎 就是我最一新買了一批 很性感的對不對 OK 謝謝姐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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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算是 我還有 我還有 就是那個 我生活上的東西 我常常都會去實踐上面 字面上的意思 像我看現在大家也都流行用洗衣腳 狗改掉 吃屎 狗 對 字面上的意思 還我還沒實踐 沒有 我吃看的嘛 不是 就是因為你都是狗啊 我吃看的嘛 你不要 廁所裡撐竿跳 廁所裡撐竿跳 破分 好 我居然知道 小奧運 你知道 我那天打雨球 然後我那個 我們就來聊天 然後那個教練就說 你真的很廁所也撐竿跳耶 我說教練 這個我要記下來 我在主持的時候 我如果講這句話 一定有人會說 天啊 你怎麼講 這麼復古的話 天啊 好有年代 好 反正呢 我就看那個洗衣膠囊上面的標榜 是說 從此以後不用再分洗衣精跟柔軟精 我覺得很不錯 因為我每次要裝這兩個 要洗衣服的時候 洗衣精要裝一杯 柔軟精要裝一杯 而且你還要量那個大小 我覺得很麻煩 我就跟著去買洗衣膠囊 但其實我後來覺得 洗衣膠囊並不好用啊 因為拿了洗衣膠囊之後 雖然我不用買兩罐了 但是我要用之前 我要先找一個杯子 然後把那個洗衣膠囊戳破 攪拌之後再倒進洗衣機裡 我覺得這樣還是很麻煩 因為我還有找杯子 而且會弄到我的手 我就把這件事情 跟我們家的打掃阿姨講 然後打掃阿姨跟我講說 洗衣膠囊就是丟進去就好 並不用 你要先攪拌 不用先戳破 妳就掛著 我不用過去嘛 好 妳就掛著 但是還蠻生活蠢的 我知道你一聽我真的覺得 我還好耶 好 佩克妳怎樣看 我真的還好 但是我跟瑋瑜一樣 也是鑰匙的問題 我都是車鑰匙 公司鑰匙 然後駕鑰匙 每次搞不清楚 也不是搞不清楚 因為太多汁了 然後我很常 譬如說我在公司很累 我跟我爸說 我要先回家休息 所以我就提早下班 結果到家才發現 我把駕鑰匙放在公司 所以等於我回到公司 又變成是下班時間 我又反而比 通常還要更晚回家 或是我會一早去上班的時候 到了公司發現 我忘記帶公司鑰匙 所以因為我爸媽 家離公司比較近 我就要開去 那是健忘症啦 就是會漫漫忘息 沒有 但是有一次 真的很誇張的是 我帶我同事去台北 我們去捧拍 然後大家拍完了之後呢 我先請我同事幫忙 把我的包包什麼 我的水壺 我的鑰匙先拿到我旁邊來 因為我在那邊工作 在滑手機 然後他們說 好了 我們要走了 我說好 那走吧 然後我拿了包包之後 我發現我車鑰匙又不見了 然後就說車鑰匙在哪裡 你們沒有幫我一起拿來嗎 我剛進去就放那個化妝間 然後他們就說沒有啊 然後四 五個人一起幫我找 就找了三分鐘 就是中間五個人找三分鐘 其實很久 就是沒看到 然後那時候彩妝師從廁所出來 然後我們就說 Nikki 你有看到 那個小咪的車鑰匙嗎 然後他說在那個 在帽子裡面啊 帽子裡面 然後那時候四 五個人就轉身 然後就看我 因為帽子在我頭上 然後我就突然看到 所有人看著我 然後我就 帽子裡面 帽子怎麼放 那你為什麼要放帽子 妳是一個魔術師耶 結果 對啊 什麼意思啊 結果 結果真的在帽子裡面 然後妳沒感覺嗎 妳沒有感覺 而且我當下就想說 我一定要說謊 我要 我說沒有啊 然後拿出來塞在某個地方 然後說他找到了 我還想要演這一齣 講演 但是我 我當下真的覺得自己太蠢了 所以我就很怕 因為它是一個那個漁夫帽 然後是黑色的 然後我車鑰匙 然後還有個內衣 跟黑色有什麼關係 因為我車鑰匙是黑色的 然後他就在那裡面 在那內嶺然後就這樣 所以妳當時就把他丟到裡面 對 然後他就直接戴上 戴的時候怎麼會掉 掉下來啊 沒有感覺啊 而且也沒有看到凸凸的啊 就是我就 而且他們跟我講 四五個人看著我才 有沒有很常 就是你知道 我們就戴眼鏡戴一戴 然後呢 就是下一次就跑往上 然後開始到處找不到眼鏡 然後那個時候 拿著手機 去找手機 對 那個時候怎樣就是 因為你有近視嘛 所以你把你的近視眼鏡 往上戴的時候 你會在一片 朦朧的 朦朧中 還是找說 我的眼鏡到底去哪裡了 而且會生氣 怎麼可能 為什麼沒有眼鏡 然後不是拿在手上嗎 對 眼鏡到底去哪了 然後最後 我還拿著手機 習慣我的手機在拿 我看些手電筒找一下 而且 而且因為你很懵嘛 所以你只能走到 廁所的鏡子前面 你也看不到眼鏡在頭上 這件事情 你也不太胡了 當下是忙碌 走不到眼鏡 我也是吃飯也是 我姐坐我對面 然後我就說 她說什麼意思 我說你幹嘛用我筷子 她說我沒有用你的筷子 我說那就是我的筷子 她說 好準喔 超準 那個很丟臉耶 而且還很兇 很兇 你直系撞的那一種 到底你手上那是什麼 就說你為什麼要 偷我的眼鏡 這是哪有眼鏡 斷掉的 我覺得 燕姐是強棒耶 你要今天要跟我們一起 沒有 我覺得你還是最蠢的 沒有 目前你第一名 對啊 爭取回位子的機會 我們接下來聊聊愛情蠢事 你們兩個應該 愛情裡面有發生過 強強一定一堆啦 愛蠢事 我跟你講這個 我這個是真的是蠻蠢的 不行 我去強強先講 我覺得我完了 因為我的蠢事就是 我通常不犯蠢 但我一犯蠢就是 蠢到爆 蠢到爆的事 就一定是國家級的啦 要不然就是 就是要抓去騎龍仔的 就大概都是這種 騎龍仔 大概我是 我是那個 騎龍仔是去農事理的 我大概十八 十九歲的時候 那時候是我陣子 超愛玩的 超級愛玩的 然後那時候 他剛被我爸爸抓到 我在酒店上班兩天 然後他後來 買一台車子給我的之後 我就沒有坐酒店了 但那陣子 我還是很愛出酒店玩 因為那時候 我交了一個酒店的 經紀的男朋友 那時候早期 剛出社會 因為我愛去那個 那個制服店 就女生 妳去制服店幹嘛 跟你屁事 然後 妳現在是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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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淮豐妳終於被罵了 妳在這已經痛快蠢了 妳一直吵 吵不吵 妳說 女生去制服店 李淮豐第一 終於在現場被罵了 我以前出不店的時候 你還在等他十塊咧 有制服店 對啊 妳請說 然後我就在店上 男生都 男生都是那種就是 因為他們知道我愛去制服店嘛 然後因為我都愛跟那些女生玩啊 然後我們幾個女生朋友 都會常常找那個 有個很愛追求我男生 他就很愛 帶我們去制服店開泡 因為我沒錢 我只能靠男生 帶我到處去花天酒地 我那時候很愛玩啊 其實很多東西 我都沒有 沒有覺得限制 或沒有覺得說 我會掛掉 我就東西來 我就喝啊 我就喝啊 喝啊 我就覺得 不會有事啊 對啦 我身體很OK啦 然後結果呢 我就 然後我對那時候 因為剛剛跟我那個 在酒店 經濟的男朋友在一起嘛 然後我就 沒到幾杯酒下去的時候 就會覺得 曾經在愛情的這個感覺裡面 就是在你揉身體 是不是 然後你知道嗎 就開始想去打電話 我想說 那不然是 現在看看我是 男朋友在做什麼好了 就旁邊有暧昧的男生 然後我就跑到廁所去 跑到廁所去 然後坐在馬頭上 摸他的電話 我可以打給那酒店經濟 喂 寶貝我好想你 你在哪裡 我好怕我們那個炸來斷掉 然後 我們回路道去啦 然後你在哪裡 然後他說 他問我說我在哪裡 我說我在酒店 然後其實我那時候 已經開始有點揮發 都在酒了你知道嗎 你不能不曉得 你在做什麼了 因為我想說 如果他 他 我現在叫他來 我心裡想的一個計畫 就是他叫他來的時候 他可以剛好帶我走 我們可以去白趴 可能在一樓見面就走了 結果呢 我想說 我在酒店 你要不會找我嗎 結果我男朋友說 那什麼酒店 哪間酒店 我說 你怎麼去酒店 我說 沒有 跟幾個姐妹在這裡玩而已 很柔聲 你那馬頭也這麼忙 對啊 你那時候 你有順便尿尿嗎 那尿會浪分耶 有 那時候在他們 你順便尿尿 然後尿尿 然後又褲子拉起來 然後坐在馬桶上說 然後 他說 你在哪一號房 我說 媽 摸摸酒店 然後你在哪一號房 我說 20 我還把房號跟他講了 結果呢 後來我是不知道 我整個人就已經 就斷片了 就發燒了 就沒了 當我清醒之後 完了 誤喚心儀 全都背了 我現在 我跟我男朋友 他男朋友 然後還有一個女生朋友 全部坐在我的車上 坐在我的車上 我說 怎麼了 他們說 他們罵 我說 你太誇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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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他說看到我的時候 是大家看到我在 廁所很久 沒有人出來 進來之後 發現我整個 口吐白沫 口吐白沫 就是可能有口水啊 什麼之類的 可能有吐或怎麼樣 就在那個馬桶上面 然後他們把我抱出來 抱出來之後呢 那個曖昧的男生在那邊 幫我刪風啊什麼的 結果我的男朋友 氣呼衝衝的衝進來 誰在他愛的酒店 然後準備要打我 那個曖昧的男生 你知道嗎 然後 這些我都不知道 這些我全都不知道 然後重點是我這個 我們還要去白趴對不對 我一直想著這個 等我清醒之後 我還覺得說 在車上 我還說 我跟你講 我是有點震撼的 可是我還經濟著 我要去白趴 一年就 我說 白趴咧 白趴去吧 現在差不多 然後我 已經弄成這樣 真的都花了 白白趴咧 然後那個男朋友說 你太誇張 你太怕跟別的男生 去酒店 蛤 他說 全都是女生 沒有人 我說 我說真的 真的沒有 然後是 真的 他說 那是誰 反正我旁邊 那個女生 也是很尷尬的一個臉 就是說差點 我那個曖昧的朋友 還被他打 然後結果那個曖昧的朋友 就已經不見了 反正他就走 他聽說 那個男朋友從小的時候 暗昧的朋友就不敢講話這樣子 坐在那裡不敢說話 結果這個時候 在這個車上的時候 我爸的電話又打來了 因為接起來 我說其實很ㄎㄧㄤ 為什麼那麼多事你知道嗎 一時見我息都不了 喂 什麼說事 我爸爸說 你家裡你有坐酒店 我們在林生北路看到你 你哪裡車號就是你的 我還要裝 我沒有 我沒有坐酒店 我沒有 林生北路 我不是坐 林生北路 沒有 我們在林生北路坐酒店 然後他那個什麼 我說我們剛剛就看到你了 還有兩個男的 刺龍刺鳳把你給壓走了 因為我兩個男朋友 我那個男朋友是有刺青的 然後呢 他的朋友也是有刺青的 你酒店經濟嘛 說年紀輕嘛 對 沒 不然也是啦 然後他就 他就 他就把他 你們都算了 沒關係 你要不要後面坐一下 你不要接話 不好意思你坐一下 你要看我不需要唱相聲 好不好 用門也是 然後他就 然後他就 他兩個男生這樣 這樣牽著我嘛 一個女生嘛 然後這樣上我的車 然後兩個男生這樣 開著車票壓走了 你是哪裡 你又去坐酒店 你又去坐酒店 我說沒有... 我跟你講 我晚點就回家了 我現在 他說你現在要去哪裡 我說 我要去白趴 白趴 你沒跟妳講啊 他說白趴什麼 白嫖 白嫖 我不好意思 白嫖 沒擠耶 白嫖 這是什麼白嫖 我說 我說這就是白趴 這我解釋不了了 我口氣已經不清了 從何跟他解釋 他就說這個白嫖 你就去坐白嫖 白嫖 好 你就去坐白嫖 你接著回來 接著回來 然後我大概... 大概... 十二點... 我就回到家了 很快一快 你剛才把我回來 我跟著我 我等著你 我等著你 然後我掛了 掛之後我想說 戳賽了 然後那男朋友 還在看著我 然後呢 你怎麼沒有看著我 我爸也要找他麻煩 在當天晚上 我就跟我男朋友道歉 我不好意思... 我只是... 只是... 只是一直愛... 一直性情 我對男的沒有意思 我對男的沒有意思 所以這個暧昧都會嚇 你從此以為不見我 然後呢 這一個男的 就是幹給我 然後我當然還是 去了白嫖的現場 你還去了 還在接著啊 結構去白嫖 你超屌喔 他白嫖說到 臭 白嫖我去都要被打了 對 我就好好痛快地玩一查 可是在... 邏輯正確 在我們那個年代 那個白嫖真的很盛大 在我們一年一度 而且能夠... 能夠去的都是會玩的 漂亮女生 對 那一次一個沒去過啦 然後呢 我們... 然後呢 我們... 我去過 你這間我就哭了 我還一直說 我還沒有在看哭 然後呢 我那時候 去完白趴之後 我不到去 去完... 去完白趴 去完白趴之後 我大概又過一個晚上了 我知道我回去找吧 你幾點回去啊 我跟他說 1點鐘到到家 可是我過了隔天 又後天的 我... 你的半天回到家 你兩天沒回家啊 對啊 有人躲一天 試一天 然後呢 回到...回到家之後 蛤 我就偷偷摸摸進去 林佳麗 去什麼白嫖 白嫖 啪... 就這樣打完了 打完了 我想說 我說再也不去了 我也沒有住酒店 還住酒店 你給我住酒店 還在住酒店 我說我沒有住 我沒有住酒店 我說那個是去玩的 沒有住酒店 去白趴之前去的 白嫖 白嫖 從此以後我就 這件事情 我敲到黃河的喜不清 他就一直認為 我當時在住酒店 但是我就只有那次 被他抓到 坐酒店然後還白嫖 對... 還沒賺到 但是我真正坐酒店 也只有那一天 而且不是林生北路的 我是坐的是 是病廚店 好嗎 這有什麼好景點 對啊 什麼好景點 又急了 又都急了 反正總而言之 我在當天晚上 白嫖那天 當天晚上 我一次把三個男人搞了 就是對我爭鋒相對 這個可以給他 這個可以 你可以回來接送這個 目前他走 這太屌了 再也不幹純屍 因為我每次幹純屍 都會換來一陣打 我爸永遠都打我 承讓 我每次的純屍 都是因為 我犯了一些 回規不好把他打的事 然後我就有催下去 你懂嗎 你既然要打我 令都打就催下去 你知道嗎 不是 你不會戴這個吧 不會這麼蠢吧 你會戴吧 廢話 棋子這種東西 我戴的可多了 棋子 棋子這種 棋子戴的可多了 你有想找機會回來嗎 有 他剛剛講的那一段 我本來是還有一點希望 我想要講 他剛剛講的時候 我覺得 我今天應該就站在這邊就好 OK 好 OK 那就不用站了 OK 桌上面咧 因為剛剛那算感情吧 糾葛不清 因為你知道像我們公正 很常外景 然後你知道我們女藝人 就是一定要 一白遮三愁 可是妳是外景人 是不可能一白遮三愁 一曬 對 外景一定曬 你怎麼能曬 我可能 我可能冬天唯一有機會 變白的時候 在退黑的時候 你就是會去到什麼 什麼海島國家 或是會去到南半球 你怎麼可能會有機會 讓你自己去休息 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很常 就是工作的時候 我可能就是 都是曬得很健康 所以長久以來 我就是健康小麥膚色 著稱的 是 對 所以我其實那個時候 我很常是 我常試了各種的 讓自己看起來 比較亮白的偏方 我試了美白乳液裡面 加珍珠粉 我想說美白乳液裡面 是不是就是會有一些 AA 維他命C 這個真的很偏 我二舅媽才會用 就是這樣 你不要吵啦 你閉著 跟你二舅媽要說 不好意思 妳接受 你知道珍珠粉 也是就是亮白的嗎 就想說 那我想說 那就是一加一 一定會大於二 所以我就把兩個加起來 混在一起 然後我就 抹在身上 然後再拿保鮮膜包住 再穿那個瘦腿 哇 然後前面幾天 我跟你講 真的有效 然後起床 起床就洗完澡 都發現 我的肌膚好亮白 就很快樂這樣 可是這樣持續 一個禮拜之後 我常常奇怪 我腿怎麼開始 有點紅腫 對 然後開始會癢 然後呢 它開始已經不是白 是開始泛紅了 然後我後來去看醫生才發現 就是因為 毛孔補色 你每天這樣 你可能 你可能可以就是 可能過兩三天 用一次 OK 所以你不可以每天 然後它不可以長時間 它是要像面膜一樣 就是可能 你敷個十分鐘 五分鐘 然後這樣拿掉 可是我都會每次 就這樣直接 睡著 到隔天 一整天 然後這樣持續一個禮拜 然後但是其實 就是最後我就發現 這個方法不行 但是也找了很多偏方 然後後來我就覺得 不行 還是肌膚亮白 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以至於後來我就看到 最近很多的藝人朋友 愛用的一個肌膚的 草莓牛奶水 草莓牛奶水 所以妳變精明了 我跟你講 我就變精明了 我跟你講 精明這件事情就是 妳要嘗試過很多錯誤 在錯誤之中累積 學習 學習 之後妳就會變精明 所以妳要讓我們都不再犯蠢 所以我就是 因為想說在場 在座做成很多漂亮的女藝人 對不對 所以我們當然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如何讓肌膚變亮的 這個草莓牛奶水 太棒了 我的天啊 好 我剛剛已經卸妝完了 所以妳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的肌膚還是很提亮 妳皮膚很亮喔 妳有過頭 今天就要跟大家分享這一個 超可愛的耶 好漂亮喔 這個牛奶水 有沒有覺得她的評審 超級少女星 超可愛 而且她為什麼會叫 牛奶水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有這個二八比例 什麼叫二八比例 就是它上面這個兩層 是這個液態的美白乳霜 然後下面是這個保濕直水 所以它會比一般的化妝水 讓妳在上上肌膚上的時候 更保濕 更鎖水 它這個步驟叫做 一搖 二叉 三透光 然後它這個要怎麼樣呢 就是要這樣 有沒有 瞬間就這邊牛奶的感覺 而且它包裝超級可 好夢幻喔 對 像它這個質地非常非常的清爽 那我現在就來 倒在手背上面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 有沒有看到 非常好嫩 真的好像牛奶喔 對耶 然後質地非常非常的好推 你看 像我這樣一推完 瞬間它就吸收了 而且不會有任何的油膩感 它有那種透光 抛光的感覺 然後你看一下喔 我的左右兩邊 是不是很明顯 瞬間右手背這邊 它就整個抛光提亮了 它的保濕程度 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強 像我早晚洗完臉之後 都會直接用這個牛奶水 擦在臉上 幫助肌膚 達到一個很好的油水平衡 所以它可以保濕 它可以保濕 然後可以鎖水 然後呢我先來測一下 我現在肌膚的這個鎖 保水度 還沒有擦之前 保水度是44% 44% 正常 44%正常 就正常的 然後接下來呢 我就是要來用這個牛奶水 它其實用法非常簡單 它就是在你早晚清潔完肌膚 就是卸完妝洗完臉之後呢 像我白天我就會用化妝棉這樣子 倒在上面 然後這樣擦拭它 然後到了晚上的時候呢 我就會用濕敷的方式 讓你的肌膚 就是非常的保水 因為它裡面呢 其實含有非常多很好的成分 像是它的 傳明酸 傳明酸在晚上濕敷的時候 它就可以幫助 抑制我們的 黑色素的成長 對 可以讓我們晚上 那你隔天一起來的時候 就可以打到這種 拋光透光的感覺 那像白天的時候呢 它這個裡面呢 含有 它這兩個成分呢 像是我們的白柳樹皮 它可以幫助 所以像我們睡完 一整晚起來 是不是肌膚上還是會出油 這個時候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化妝棉 然後呢 輕輕的擦拭 擦拭完之後呢 你的整個肌膚呢 就會幫助我們的 油脂去達到平衡 然後像我一整天外景 我們是不是很常外景 或是我們出去 一整天外面 然後還有很多 我們的PM2.5 很多的灰塵 這個時候我們毛孔 是會堵塞 對 像它的杜鑄化酸 可以幫助呢 把我們這些角質啊 軟化角質 然後把這些髒污 通通從肌膚上代謝掉 唉唷 你覺得化妝會很刺激嗎 我跟你講 完全不會 因為一般聽到酸類 大家是不是會很擔心 對 很擔心這個果酸類的東西 是不是很容易造成肌膚敏感 可是其實這個杜鑄化酸 非常非常的溫和 像是我是敏感肌膚 它呢也可以完全達到你的肌膚 是不會有任何的刺氧 然後也不會有泛紅的狀態 對喔 然後像是我現在 我現在來濕敷一下 因為我到了晚上的時候呢 我都會這樣子濕敷它 然後呢如果有些像是 額頭或下巴比較容易乾的女生呢 到冬天的時候 你也可以把它敷在額頭 就可以敷整臉 可以敷整臉 或者是有粉刺是不是也可以加強 對可以敷在粉刺的地方 因為像是我就會這樣靠著 然後濕敷它 但你們可以試試看 它的味道非常非常非常的舒服 它不是那種很刺激的 請問一下做老的朋友 可以有機會試試看嗎 可以 還是做了還是在意皮膚 還是在意皮膚 來來來來 試一下 謝謝謝謝 試試看 我跟你講因為像它這裡面的杜鑄花酸啊 然後還有這個白柳樹皮都是很多的皮膚科醫師 特別指定愛用的 而且它裡面的成分呢 是非常非常像南肺復活草 它也是幫助我們肌膚修復 然後保濕 然後還有雪融花 都是屬於保濕的成分 所以呢像是我們 除了它可以幫助我們亮白拋光肌膚 然後代謝角質之外 它可以幫助我們油水平衡 而且重點是它裡面的液態乳液 可以幫助我們再把所有的水分這些保養 全部都鎖在肌膚裡面 哇聽起來很棒喔 對 因為它敷起來 就光擦耶 很嫩喔 對 而且它重點是它不會非常的油膩 它是很清爽型的 所以基本上任何的肌膚 或者像是敏感劑啊 孕婦啊也都可以使用它 對 它是很溫和很溫和的 然後你看像我們這樣濕敷了大概五到八分鐘之後 它就改善你的肌膚的暗沉 改善你肌膚的角質 讓你把所有的髒汙都代謝掉 讓你素顏走在路上都可以非常水潤 然後你看像我們這樣子 不怕忘記帶鑰匙鎖在外面的 對 人家看到你鎖在外面 你狀態很好喔 還是肌膚還是很好 請進 然後先用它 但是盡量不要 然後你看我們現在 師傅完之後我們立馬來測下保水度 好 剛剛是44 對 現在會變成 現在53 哇 才一下下而已 馬上的辣 瞬間耶 一下而已耶 真的就是一下下 讓你的肌膚整個都鎖水 真的是非常跟大家推薦 讓你素顏 然後很多藝人都愛用 讓你肌膚有抛光感的這個牛奶水 太棒了 那是小金銘 妳真是小金銘 小金銘 喜歡 好的 李慧峰今天也是滿蠢的 因為我們要分享蠢故事 但妳的故事居然不夠蠢 妳好蠢喔 我覺得會不會是因為對面太蠢 蠢過頭 對 一群笨蛋這樣子 突然間覺得自己很精明 妳是因為剛剛被罵 所以妳現在想罵回來嗎 對 OK 所以我們就來公布我們的 不惜地第一屆蠢勢大王 第一名是 我 不是 我叫妳講啦 妳好蠢喔 妳好蠢喔 我叫妳 我叫妳公布而已 妳不要這樣 不是 妳的眼人就是那種 就是妳 不是 剛剛那個好蠢喔 看得很蠢嗎 看得很蠢嗎 看得很蠢耶 就是妳了 你們都知道 她就有人掛這個東西 而且我們每人故事 你都可以呼應 換人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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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第一屆是妳啦 看有沒有人可以照顧 謝謝妳 好 恭喜 我精明形象太強了啦 偶爾選一下 我可以換水一下 可愛 我可以了 我 好純喔 好純實的臉喔 好可憐 什麼都聊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布希蒂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叮叮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喔 叮叮 我可以的 好朋友 請你 在開啟小鈴鐺 好朋友 是嗎 快一點 我可以的